再来我们要开始撰写程式嘛 我在Google云端硬碟新增一个Google Apps Script 那在新的Google Apps Script的编辑页签里面呢 我们第一个把我们的专案取一个名字 我给它取名叫做提醒系统第二版 这个各位可以依据你的需求去做修改 那因为这个系统跟时间有关 所以我们的Time Zone的设定一定要是正确的 所以当这个专案储存完成之后呢 我们点选档案专案属性 然后呢时区我们一定要把它修正成为你自己所在地的时区 即使GMT都一样的时间 但不一定会精准 只有设定到自己所在的地点 你的时间才会真正的精准 设定好了按下储存 然后把里面就有的程式码都先删掉 再来 回到你目前正在看的这一部YouTube影片 卷动作往下卷 把下面的说明栏完整张开之后 点选第一个网址 我们的程式码都在这个网址里面 点下去之后会进到我的脸书粉丝团 那这个程式码有点长 所以复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从程式码开始一路往下拉复制到程式码结束 好到程式码结束这边按右键 选复制 然后回到我们的Google Apps Script的编辑器里 回到编辑器之后 我们把刚刚的程式码贴上来 那再来呢 我们要做一些设定 第一个 为了版面的配置 我给它做了全形的空格 我们必须把全形的空格 全部改成半形的空格 所以我把全形的空格复制下来 按下编辑 寻找与取代 我把全形的空格 全部取代成为半形的空格 半形的空格比较小 全形的空格比较大 按下全部取代 你就可以发现它等下会全部往内缩一格 取代完成之后呢 我们还有几笔资料要输入 第一个是我们的LINE Notify Token 那在刚刚我们做LINE Notify的时候 我们有复制一个它的权杖 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权杖放进来 那LINE Notify的Token放完之后 第二个Channel Access Token 这个是LINE Bot的权杖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回到刚刚的LINE Bot的API 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有设定好的Channel Access Token 我们把它全部复制起来 复制完之后把它贴进来 那第三个呢 我们要放的是我们的Google试算表的ID 那回到我们刚刚建立的Google试算表 看看上面的网址列 在这个D斜线之后 到这个Edit斜线之前 这一串 就是这个Google试算表的ID 我们一样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呢贴到里面 那接下来呢 有个很重要的工作 是这个My ID 可是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 那到这里呢 我们先把它存档 接下来我们把它发布成为一个网路应用程式 那这个时候我们点选发布 部署为网路应用程式 在这里最下面 只有我自己要改成任何人 甚至是匿名使用者 好了 按下部署 那这个时候 他会让我们核对一些权限 我们就进行权限的核对 我们选取我们自己的账号 然后呢卷到最下方 按下允许 设定完成之后 他会给我们一个网路应用程式的网址 这个很重要 我们把它复制起来之后 回到我们刚刚的Lightbot 这个时候 我们要来设定我们这个Webhook URL 我们按下Edit 把刚刚复制起来的那一串网址整个贴上去 但是要注意 他前面已经用https了 所以我们网址内的https要全部删掉 删掉之后按下Update 那我们为了要检查我们有没有出错 我们可以按下这个Verify 他会稍微验证一下我们这个网址有没有问题 好 Success就表示我们真正有这个网址是可以使用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上面的Edit 也要点下去 我们的Use Webhooks 我们要把它改成Endable 好了之后按下Update 那Lightbot的设定到这里就差不多 我们回到我们的编辑器 我们还需要对提醒时间做一个设定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点选上面这个小时钟 然后新增一个触发条件 这个触发条件所要触发的程式是这个 Get alone data 它要触发这个function 驱动是时间驱动没有错 但是呢我们选择分钟计时器 然后每分钟 按下储存 然后我们稍等一下 等它这里跑完了 我们就完成了程式码的第一次设定了 我们下一次的设定了 大小时计划 我们下一次设定了 那是什么 大小时设定的 我们下一次的设定